说子蟹东海特产 宁波本地人好吃生蟹 一道红糕嗆蟹更是舍不下的美味 而柯师傅为了照顾来自五湖四海职工的不同口味 刻意准备了宁波另一道经典的年味 说子蟹炒年糕 也是我们宁波传统的年味菜之一 年糕得有一种年年有一步步高生的意思 咱们宁波的年糕也可以说是很有名的水墨年糕 是的 你看东海肥美的梭子蟹 还有宁波非常有名的水墨年糕 到底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味道 那我们就试一下吧 梭子蟹要炸一下 需要拍粉 来 我帮你一起 就是要拍一下粉 把它的那个膏裹在里面 是的 保存它里面的肉汁鲜嫩跟鲜味 包裹着面粉的螃蟹在油锅中瞬间变色 清灰色的蟹壳在高温的作用下变得通红 面粉与蟹壳保护着洁白鲜嫩的蟹肉 牢牢锁住了梭子蟹的鲜美 油炸片刻后将螃蟹一一捞出 加入葱姜配菜后爆炒 再加入适量清水 把梭子蟹的蟹味煮出来 刚把它裹在里面 先让它又煮在汤汁里面 然后让年糕全部吸收 来 放年糕了 然后我们可以放年糕了 年糕在锅中尽情地吸收着螃蟹的鲜美 这道宁波人春节必吃的美味之一 与梭子蟹完美结合 梭子蟹炒年糕虽简单容易 却是宁波人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美味之一 柯师傅正是用这样一道宁波年味 表达着对港口春节期间坚持工作的人们的深深敬意 蟹是红的 年糕是白色的 还有点绿叶的点缀 是的 满满的一口肉 真的是太嫩了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特意的唯一 与梭子蟹搞员工特意准备的一道野味菜之一 我再来尝尝年糕 我非常爱吃年糕啊 汤圆啊 年糕也很咸 因为它本来的味道就是清淡的米香 但是它吸收了那个缩子蟹的鲜味 太好吃了 晚餐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食堂的后厨也愈加忙碌起来 坚守一县的港口职工陆陆续续的来到食堂 大家齐聚一堂借着食堂精心准备的这顿特殊的年夜饭 感受着新年的味道 一节香愁的滋味 新年快乐 这是一顿特殊的年夜饭 因为大家彼此团聚在一起的不是家人 但是却胜似家人 因为他们365天都天天在一起作战 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宁波中山港的工作人员 现在正是他们吃新年团圆饭的时候 虽然只是这个简单的三婚一素 但是我相信有了咱们后厨的厨师们的用心 也足够让他们感觉到家的味道 来 那我们以通代酒 新年快乐 宁波城里早已是万家灯火 人们在团聚之时 共化着新春的祝福 虽然我们的宁波年味之旅即将结束 但在这所现代化与历史交融的城市里 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信念 一直在延续